回到第二節 我們繼續討論書評 文化研究概念的第二節 除了會有遊戲類型的歷史外 也會有其他類型的東西 例如一些相關的社會性事件 或者一些相關的周邊衍生 最當然啦 又馬說到沙積事件那類東西就有了 最簡單的開頭 日本國會首次重視AIRGAME 177事件 然後大家看到公祈琴事件 還有沙積事件 甚至抽葉原無差別殺人事件 也有提到 殺傷事件也有提到 Nutrobus有的人死了 Super Sonic那一個 會影響到日本LGAME的文化 發展層面相關重要的大事 或者業界人物之間的關係 是他有提到的 算是比較豐富得來彈 他算是青蹄點水色會說一說 業界人物方面 很多的都會有提到 譬如說 很易明的 大家都會知道 業界人物有好 公司有好 兩面都有 業界人物 譬如說 虛圓圓 倫草plus 那 麻枝准 那些都會有 有些就會是 一篇文是專講的 有些就是 相關類型的文章裡面提及 但是 蝙蝠的cover 都會有不同類型的 但是 始終會有的 它也有其他類型的東西 譬如說 軟輪 是何時成立的 那大家也會發覺 幾特別的 軟輪成立是被一些 老資歷的廠 為後的 軟輪是要去到九十年代才有的 所以八十年代 或者八十年代尾的作品 就 跟軟輪那樣 就沒有出現 會有一些特別的情況出現 亦都同一時間會好像我們的 嘉賓何故呢 內向一位而文静的作家經常說的 就是那些跨媒體的發展 譬如說會提到 不同類型的遊戲 它會可能說 變成了家用機平台一般化 亦都會可能說 一些18禁也好 非18禁也好 OVA化 這些產品的 轉移 這樣的類型 當然 剛才說過 它會有一些 製作班底的人物介紹 它亦都會有一些 相對應的 一定要講公司 譬如說 一些大廠一定會提及的 例如Alasoft Key NewTroper 我們剛才提及過 這類類的公司 亦都會在歷史紅 它會說回那時候 這類類型的東西 也會有一些特別的系列 或者是作品 例如說 夜勤病動 Face Day Night 月機 Face Day 說完又說 月機說完又說 那些話題的問題 會有這些類型的東西 剛才我亦都說到 說是一些 它類型上的東西 所以亦都有提及的 譬如說 第一隻 人肉系 對 那個好像叫 Custer's Revenge Revenge 對 Custer 逆襲 會有這些東西 譬如說 一些 女格鬥家 或者格鬥元素 也會有近年 有馬非常喜歡的 什麼 什麼 這麼快 還是什麼 先說一下 那些 女裝男 女裝男是很後的 很後的 你看到整個歷史年表 很容易看到的 最初早期 90年代之前 提到的編劑比較少 不過以外是羅利空的遊戲 羅利空 羅利空是很早出現的 90年代之後 可以豐富多了 格鬥 玉城系 戀愛系 這些比較豐富 就是多一點 羅利空是很早出現的 90年代 即1980年代 有羅利空的遊戲 神經病 莫多姆多姆坦 是很早的 即是日本人 當然 同級生 下級生 鬼作 那些 一定都會有 不同類型的 它都包含了入面 問題一定會有 因為始終作為一本 他都會說 概論 一定會有多一點問題 始終是 這本書 只有一個人作 就是公文值 即是取材上 可以受到他作者 個人的 喜好 或是 範圍 而會有 一定的受限 其實大家會發現一件事 剛才我們說到的人物 公司 或者作品 都有一個共通點 就是他們全部都是AV字 這本書 很主要的篇幅 基本上大部份都是以 AV字為主 其他比較重的遊戲 或者相關的廠商 是比較少提及的 或者是他有些選材上的 大家可能有些不同意的地方 亦都會出現 譬如剛才我們說到 畫師方面 他會有 西有葵 寧萍 那些人 但同一時間 我又不明白 為甚麼會有 Ethonoid 即是Ethonoid 即是畫這個 唱眼之下 一般上的 很出名的 輕小說 或者是電視動畫作品 另外一邊 可能是 Union Shift那邊 畫一些作品 例如 Fireball Heart 那類 遊戲 其實他兩邊都能吃得開 問題是 OK 就算他是 99年左右開始畫的 但是他在這個業界 究竟你是不是應該說 獨立拿了一篇 去講他呢 雖然只有五行 但是 我覺得他人物選取方面 有時是有些 問題 其實業界很多人 例如 隨便舉個名字 三本和之 名字隨時達到他 他只值得在255月中 可以在五篇中說 Ethonoid 但不說三本和之 這是比較有真意性的地方 很多人都值得說 比他值得這樣收下去 這個概論中 要提一提 但是作者沒有提到 會令部分人有些遺憾 當然 部分人你不是說我嗎 都說我 其他早期的人 亦都會有些 可能會說一些 製作班底向念 未必太畫師 不要說 橫田手 那這類型的 或者是其他類型的 腳本家 那些他都會在公司的時候有提及到 都會是製作群 和作品一起說的 但是反過來 都牽涉另一個問題 他所說的作品 或者是公司 就很偏向是 ABG 是的 譬如說 個人非常喜歡的 E社 是的 即是這家 都十幾年的廠 他都是99年開始的 但是問題是 因為他本書是跟年期擺的 我在九十年代尾 去到他講的 去到現在 因為他最後的篇 已經是 10年去12年 去到現在 E社要出現 已經要去到 要去到 他所提及的 還要是 他羅列一大堆 遊戲 那時候七至八隻 又不是一大堆 那時候提到 創黑 跟著呢 就看到E社 問題是 為什麽 為什麽 他作為一個 業界 這麽主要的 一些遊戲性很重的 戰略遊戲 公司 他不值一篇 而他出現的作品 竟然是出創黑 也不是出雙約年期的 你可能說 戰旅神Viter 戰旅神Zero 我已經不要求你把 一個 橫框十年的作品 去展述一個世界觀 是啦 由戰一 戰旅神一 戰旅神二 還年機將軍 日還年機將軍 戰旅神Zero 戰旅神Viter 一直用了十年來鋪的作品 有遊戲裏面 幾千年的歷史 的這麽大的作品 你不說 然後你去說 這張雜音 當然 Ala Saw方面 蘭茨的那些 他會有看 但問題來 你好像不太覺得 他有講鬼畜王 和物戰爛 他就是講 開頭當時蘭茨 他有講初代 他是講初代的人 他連鬼畜王 他都不看 Face Day Face Day 月機 再版 又再版 說完又再說 你不想怎樣 就算是 Horzor Viricano 即是 Nanoha 他都講幾次 Face Day Face Day 你沒得質疑 一件事 他銷量的確確是 雷積最多是他 應該是14萬 接近16萬 但問題是 你可不可以重複講相關的東西 當然你可以說 Face 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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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有講的連 但問題是 你會不會過份集中於部份的幾間大廠 而忽略其他東西 可能是偏可作者一個人的喜好 你其他類型的 譬如你說 SLG 你會有其他類型的廠 譬如說 Kiss Custom系列 Custom made 或過往的 1 2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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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那類的調教類型的SLG 他也沒有提及 你也會說 其他戰略系 Anna Acelia Acelia 也沒有提及 防守型的經營戰略遊戲 Soft House 其實是巢作 也沒有提及 是的 你會看到 他在戰略遊戲上的篇幅 是很少的 就算你說其他系統性的東西 譬如說 Fresh畫面的導入 Tag Art 系列 可能驗之 什麼什麼的那堆東西 也沒有怎樣去說過 就算你哪怕是一些3DC之類型的東西 ISER 或者它衍生出來的其他公司 也都甚少會提及 人工事類好像不一樣 沒有 是 暖機無雙都好像沒有什麼提及 暖機無雙有 暖機無雙有 他有講性轉換的 是的 沒有什麼了 他有講性轉換 是的 所以其實 他的選取內容上有一定份量的偏差 或者是個人的bias 會有一個偏見 也都受制於說 作者可能個人玩的 或者了解的 類型 是的 就偏中了AVG 不可能你說拿遊戲也好 其他也好 他就忽略了部分這些東西 那當然呢 反過來他會有一些 比較另類的進入了去 例如說 他會說說可能一些 貧雨啊 或者是一些低價的HKM 就是那些 二三千円那些 例如說Lilis 對魔忍系列的那個公司 他也有提及 會有這類型的東西 但是問題 都是那句 他在近年的蝙蝠 因為除了大家 那個 就算讀者的了解 一定是 都不少 所以就覺得 究竟 他的 蝙蝠選材 合不合當呢 有沒有他充分地反映 整個業界面呢 就 可以抱一個比較疑問的態度 其實我有比較有趣的 例如說到關於 業界的新聞 他作者比較注重了一些 業界當時 那年來發生一些比較重大的事 如何影響到他們的AIRGAME的出產 例如我剛才提到 177 177就是日本國會通 在當時1980年 通過了 177就是177 關注到AIRGAME這件事 其實177就是什麼 1986年177條 強姦罪這件事 國會可以整身議題到 注重了這個 一個叫177的AIRGAME 其實這個AIRGAME 我手上有書 各位讀者應該 聽到沒沒玩過 多數畫面 類似馬里奧 或者諾克人的 橫向動作遊戲 畫面上面有地圖 有女角 玩家就控制一個男性角色 追著女角 在跑 追到女角 要被人脫衣 強姦罪 完全是強姦罪 這件事 日本國會主重 之前出了這麼多AIRGAME 如何補給得到國會層面 日本社會比較主重 而且這件177才開始公其勤事件 就是 你會看到後來有殺死事件 他會連接 說到日本AIRGAME 如何 一步步開始 如何被社會重視 如何關注 和他們的業界 如何轉型 如何改變這個問題 類似的情況 會發生 當然 剛才可能說了他有些問題 但 其實他也有其他東西 做得挺好的 例如說他一些 除了電腦遊戲之外 他衍生的 例如說過 AVG 不是AVG OVA化作品 其他類的東西 我覺得比較有趣 就是 他講到其中一本比較早期的 AIRGAME雜誌 他的名字有多有趣 叫做 Ancon 他取自那四個字母 即A N C M 類似 其實應該是N 這樣 他用四個字母 他用四個字 去做他的簡寫 第一個是A I 即是日文的愛 第二個 N 就是Love 也是愛 第三個是Pornography 即是色情的英文 第四個是Game 即是遊戲 這些比較重視 剛才說了 1990年之前的資料 網上未必看得到 在這本書補完 即是當他的Pornography 少得一兩葉 或者一兩句 都叫做補充 即是我們完全是未知 這些完全不知的事 當然 他剛才提到 他一定有的作品 一定會有的 例如 之前說的 同級生 下級生 聶奇之男 等等 這些90年代的作品 他也有提及 如果一些比較新的玩家 未接觸過 也覺得有一點卻步 即是那個作品 或者覺得 怎樣玩那麼多 也有些可以參考 另外 我們也可以說一些比較好的東西 譬如說 他有一些作品 應該成篇的也會有 譬如說 《斬魔大聖》和《犀牙子歌》 他也會寫出來 甚至你說 就是《寒蟬》 是的 這個也會有在裏面 譬如說是余三家 那一定要提一提 這件事 你不提 好像有過不去 是的 所以其實 就那本書而言 或者就那本道論而言 或者概論 他自己所說的 可以的 都算合格的 但是 如果你是 有比較重的了解 或者你想再知更多 特別在近代方面 就可以自己再去研究 因為事實 始終這本書的價值比較特別 就是 你去怎樣去知 一些比較80年代的資料 或者相關的圖 你在互聯網上 或者是Wiki 現有的資料 都是比較 緊絕的 而他可以提供到 這方面的東西給你 但是也都很難避免 就是作為一本概論 他所複述的東西 的招量 每個主題 不算很多 清添點水色 但是你作為一個 宏觀的了解 或者去看一看 過去30年的發展 是可以的 今天就 暫時到這裏 我們最後要提一件事 本書 本書究竟多少錢 你跟我說 兩萬日圓 好像EVA那些東西 這樣不行 買尾 加本1800日圓加稅 我買的當時是10 算還是9算 11 沒有6,7算 沒有6,7算 是7.8 就快點6算 不會6算 6算很難 當然是07年那些6算 出家當然是可以 Copy連結資料 大家可以用2 一按就買到 希望 今天就到這裏 我們下一集 再講其他東西 拜拜 拜拜